素食 一起棒 我要 心想速成 好 我們今天要來 心想速成呢 真的是 我們常常講說 大家覺得每次呢 這個飽餐之後 最想要的就是 再來一個甜點 對不對 而且一定要有那種甜點 才有那種完結的感覺 這好像是大家一定要吃 可是現在對甜點的一個需求 又有一種也是很擔心 甜蜜的負擔 真的很好耶 對他真的好愛 可是又好怕 因為就很擔心說 過多的糖分啊 或油分啊 或是太多的一些這個添加 讓我們整個身體這載不到 所以現在只有甜點自己做 怎麼樣可以心想速成 我們今天的甜點 第一個要減糖 第二個也要減油 而且要補鈣 有這麼好 對 所以我們今天用了很多 像起司它可以補鈣 然後我們糖都把它減量 那麵粉呢 只有30公克 就可以做一個乳酪蛋糕 怎麼可能 真的 我們就用30公克的麵粉 就可以了 而且一定要讓大家超級簡單 對 所以今天一次要分享兩個 那一個是焦糖布丁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的乳酪蛋糕 對 所以這兩個一般做起來很麻煩 而且你去外面學光一個乳酪蛋糕 是 1500塊 真的 真的 所以我們今天一次要賺兩鍋 對 一個是我們的焦糖布丁 而且是烤布丁 你的布丁如果沒有蒸又烤 那個香氣不會出來 是的 那我們的乳酪蛋糕 熱的也可以吃 冰的也可以吃 哇 可以講說一次呢 滿足大家的味蕾喔 沒錯喔 趕快來跟著我們學囉 好 那我們今天呢 直接先做焦糖 是 那用一個鍋子就可以搞定 那這一鍋 矮的這個我們來做乳酪蛋糕 是 那高的這個我們來做我們的布丁 好 那我們都先做我們的焦糖 好 那我們先把這個糖 先灑上幾面積都把它先灑一下 那這個糖的數量要多少咧 其實我的食譜裡面有寫 那大概這邊是60公克 我會拿一半把它鋪滿表面積 所以大概就是30公克 對 就是把它鋪滿表面積 我們主要要有那個 焦糖的焦香感 是 就可以了 對 就可以了 那你沒有那個焦香感 我覺得那個味道就沒有 減一味 對 減一味 那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焦糖灑在下面 那我們現在就開火囉 好 你的火不能太大 是 那記得我們現在加水 從中心點加下去 對 我們不要加太多 只是要讓它拓散開來 是 它那個水呢 就剛好濕潤它 濕潤這個糖就好了 對 沒有要加很多水 對 就是要讓糖有濕潤感 但是不可以攪拌 是 好 我們再看一遍 好 然後讓它這個水量 對 它如果不夠我們再補一點 再補一點就好 對 不夠我們再補一點 對 好 這樣子就夠了 然後這邊不夠就再補一點 對 等於你的水分是剛好把你的這個糖呢 把它淹沒 但是呢 不能太多的水分 你說太多你要煮很久 對 那我們就趁它在形成焦糖的同時 我們就來打蛋了 好 打蛋呢 現在的打蛋神器 不再是筷子跟你的手 對 以前是媽媽有沒有 打一個蛋 這樣打 現在不用 因為我們現在有很聰明的 巴蜜斯的 slicing 然後它可以幫我們做很均勻 而且不會打到那個蛋呢都起泡沫 還要在那邊過篩等等的 對 很麻煩 所以我們今天呢 一次交給大家兩道 是 那因為我先做布丁 是因為我等一下不用再洗這個 slicing 對 所以我們做事是有邏輯的 對 有程序的 對 有SOP的 這邊蛋然後加糖 是 那我糖也都是減量了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糖打散就好了 好 好 那記得用上面的低速打 用低速 然後它其實就把它攪拌勻就好了 對 我教大家一個撇步 一般我們蒸蛋大概是2.2倍嘛 對 那所以你如果說不知道說 到底我的份量要加多少 我們就是2.2倍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這個部分 對 那你這樣子比如說1倍 2倍 2.2倍 大概就到8分滿的地方 多一點可以了 對 好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牛奶都加進來 倒進去 對 就差不多這樣子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再加一點鮮奶油 加進去就有一點那種 再更滑口的感覺 然後更香 對 那這個鮮奶油也有植物性的鮮奶油 都可以去加 對 有素食專用的鮮奶油 是 好 我都用上面的低速打 低速打 然後慢慢的這樣滑一下 滑一下滑一下滑一下有沒有 對 對 對 就好了 對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焦糖布丁了 嗯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等到它有焦糖的時候 是 我們再把它倒進去 欸 你看它整個的一個鍋子 非常的這個穩定喔 對 那我們煮焦糖的時候 真的不會焦慮 對 主要是這個瓷器呢 它是德國的金石非常好洗 嗯 所以我們就等到它有這個焦香味一出來 是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這個蛋液 布丁的食材 對 給放進來了 一般我們要做這個布丁 要先有一個蒸籠 是 然後再一個烤箱 嗯 那我們今天直接用一個鍋子 來替代 這些工具 對 這個鍋子就直接讓你有 蒸烤爐的功能 還有烤箱的功能 真的嗎 欸 我們今天要讓你 讓我們看得到喔 對 一般我如果鍋子放進去 那它是會這樣扣扣扣扣扣 是 那我們就鋪這個餐巾紙 餐巾紙 對 那它等一下就不會這樣扣扣扣扣扣 對 那水呢 大概一杯左右 一杯水 放在底部就對了 對 或者是你看它的餐巾紙剛好濕潤 是 就夠了 這樣就夠了 就稍微這個 這個濕潤的量 這樣子就夠了 是 那我們就用這樣子來蒸這個布丁 那你有沒有看到它開始 哇 開始有點 有點變成咖啡色 微微的咖啡色 對 微微的咖啡色 那也都不用去攪它 並能攪拌 不用攪 不可以攪 別在攪貨 對 你攪了以後它會還刷 對 它會還刷 所以記得不要攪它 哇 已經有焦糖變色了 對不對 對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鍋子 是 先放旁邊 我們先把鍋子放上來 好 對 所以等於是鍋中鍋的概念 對 這樣子 好 那我現在就把這個蛋液 要把它沖沖沖沖沖 直接沖下去了 哇 那麼神奇 對 對 這樣子是不是很神奇 對 那我們先蒸 先蒸 那水只要那麼一點點 對 我只是要讓它有一點凝固這樣子 那我想問一下 憑什麼它可以這麼做 我們是不是家裡面任何的鍋具 我們鍋具要具備什麼條件 才可以有這樣的功能 基本上你的鍋子一定要厚底 對 因為你如果不夠厚 它其實蒸出來 它是熱度是不夠的 那因為我又放上這個卡樂福鍋 它那個瓷器有一個厚度 但是你也不能太薄的 像我有用過不鏽鋼直接這樣做 那你的鍋底就容易燒焦 對 所以我用 我現在非常喜歡用這個卡樂福鍋 就是它是一個瓷器 你鍋底不會燒焦 你不用分很多次這樣子 對 那我現在用這個蒸鍋 就是它也是厚度比較厚的 然後搭配這個玻璃蓋 這個玻璃蓋很密閉耶 對 很密閉 很密閉耶 所以你連玻璃蓋 你都特別精心挑選 一定要 對 那這個也是 防熱的一個玻璃蓋 對 然後我就先讓它蒸到 它有一點穩定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我們現在繼續讓它煮焦糖 對 對 那為什麼我剛剛要先用布丁 因為我這一道有乳酪 所以你看我們多有邏輯啊 我們現在呢 我們現在呢 把這個蛋 三顆蛋 對 哇 你平常做甜點 你會覺得手忙腳亂對不對 對 然後工具要非常的多 對 那你只要跟著圍菜老師這樣子 超級簡單的 是 好 糖再放進來 好 這前面的步驟跟我們的那個布丁 都一樣的 好 那我們就一樣 用上面 低速 對 低速 不要攪得你的泡沫很多 那你要去過濾很麻煩 對 你大概按個三五下就好了 好 那最難的 就是這個乳酪起司 乳酪起司 那你要把乳酪起司 跟它攪和在一起 對 因為它這個是有一點點厚度 對 而且呢 也都是呈現塊狀的 對 很多媽媽可能或者是很多過去 在做甜點的朋友 就會想說 喔 這一鍋 我是要怎麼處理給它算 對不對 一般很難啦 真的很難 對 因為你要用那個打蛋器 你會在那邊弄半天 那叫做喔 麵線鍋 怎麼鍋也鍋不清 對 你就會覺得 有一點懶的去做 對 那我們現在就一樣 一樣Size 對 把它Size 把它轉一下 這個時候我們要用高速檔 喔 這邊就高速了 高速檔它才打得動 對 低速檔它會打不動 是 剛才那個打蛋很輕巧的 交給低速就好 是 這有一點點難度的 就要高速來幫忙 對 你這樣記的話就比較不會搞錯 對 好 那我們就看它 來看一下 哇 太強了吧 是不是 真的 剛才一整塊的 沒錯 那我們現在再放鮮奶油 鮮奶油 對 然後麵粉剛剛講只要30公克 對 那我們今天的麵粉是一樣 用低筋麵粉 對 低筋麵粉 低筋麵粉 我們從這邊 邊框下去 然後你從這樣子你就不用過篩 對 就慢慢放 對 不要一次放是不是 好 那我再幫忙 對 慢慢放 它用低速檔 用低速檔 誰最會有頭吃飽 這個人就是我隔壁的閨蜜 我的微微菜女神 對 頭吃飽第一名 對 但是它其實可以 憑什麼可以頭吃飽 就是因為它真的有很厲害的神器 你看 哇 你找得到麵粉嗎 找不到 是不是 那我們的焦糖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對 對 我要加一個鮮奶油 鮮奶油先墊底 對 那是焦糖對不對 對 那我現在加下去 給你猜變什麼 哇 這個是什麼 你聞一下那個味道 給你猜一下 有點像那個太菲 太菲糖 沒錯 太菲糖的香味 沒錯 這個就變成太菲糖 喔 對 所以我做到這裡 就可以讓它變糖果嗎 是 那你在凝固就變糖果了 喔 就變太菲糖 這個時候記得火要熄掉 對 然後把它攪勻 對 把它攪勻 讓它這個焦糖 好 這個我來 再把它送進去這樣 那剛剛我這邊沒有放糖 我就是把糖再放一些下去 好 都有那種 心情非常愉快的感覺 是不是 very happy very beautiful very nice 哇 你攪得真好啊 很厲害吧 對 這個顏色真漂亮 對 好 那我們就把那個鍋再送上來 一樣 這個時候下面不可以再放水 不用放水了 因為放水就是蒸嘛 對 那我現在要把它變烤箱 對 所以你看你真的是很會用鍋具耶 鍋具女王的名號不是假的 那當然 你太清楚什麼樣的鍋子 當然它本身要具備這種條件才可以 對 那烤的時間大概多久 其實你要看你家裡就是我們那個電壓烤箱 對 那我通常大概烤個20分鐘左右 就夠了 對 上下火 好 那我現在就把火開下去 底部用小火就可以了 一樣把我們的行動烤箱送上來 好 那我現在先不壓下去 我先讓鍋子等於是 下面的溫度先預熱 對 先預熱 然後它有一點凝固之後 我再把烤箱壓下去 壓下去就可以了 它就變成烤箱的功能了 哇 太強了 對 對啊 我現在已經做完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我們的布丁 對 來看一下 哇 已經那個有凝固的感覺了 光滑 好厲害喔 有很多氣孔嗎 沒有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變入烤的模式 對 所以下面的那個水氣都已經蒸發掉了嗎 對 那我們現在進入烤喔 換烤囉 你看你的鍋子又要耐得了蒸 現在又要耐得了煮 還要耐得了烤 對 對 沒錯 沒錯 好 所以剛才蒸完之後 現在繼續烤它 對 繼續烤它 那等一下大概5分鐘之後 是 我們就有香噴噴的烤布丁 哇 哇 我們今天的這個甜點雙飽 第一個是我們的烤布丁 第二個呢 是我們的乳酪蛋糕 都已經成功完成囉 好開心喔 好幸福喔 好 如果你想跟我們一樣呢 吃素一級棒喔 然後呢天天都可以欣賞速成的話 記得在我們的下方給我們留言 按讚加分享 當然要訂閱 同時要開啟小鈴鐺